阿弗张元英和李瑞在出席音乐节目中公开了假唱对嘴 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 这件事在韩国电视台KBS新闻中也提及 KBS新闻5日表示 人气女子组和阿弗的成员张元英和李瑞 去年出现在卯电视台年幕的舞台上 坐在椅子上唱歌时 部分人指责他们假唱 对于网络上的评论 KBS新闻表示 并不是只有他们假唱 当时考虑到状态和舞台情况 甚至出现了五行的舆论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KBS新闻继续说到 在音乐节目台上 播放伴奏和声音都录制的音源 展现激烈的编舞成为大事 K-POP偶像组合的表演 受到重视 展现完美的舞台 接着他还提到最近的情况说 在安可舞台或大学庆典等活动现场 部分偶像也过度依赖假唱 引发了唱功争议 张元英和李瑞出演了 出席播出的202MBC歌谣大祭典 演唱了I.O.的Strawberry Moon 两人没有跳舞 而是坐着唱歌 那首歌是完美的假唱 两人配合事先录制的AR音源 看起来这是对嘴 而且过于太假 引起了观众的不满 另外该歌曲的音源中 还出现了F的独立内容 挪用嫌疑 酸节播出已经过去了5天 但是网络社区的相关文章 怒然处于热门话题 因此风波还没有平息 爱都寒舍 每日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观众的未经典 从来字幕典